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牧师现在应该已经快要到台南了 我很希望他出现 然后就把时间交给他 刚刚听洪泽传道在分享的时候 越分享我越紧张 不是替他的那个情形而紧张 是越来越觉得 等一下就轮到我了 好可怕 感谢主我们在神的话语上 一起来操练 一起来聆听 也一起来学习 虽然牧师不在这当中 但是当自己去预备的时候 我总是感谢神 就像让我想到当我学生时代 我考试的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考试的前一天 我会非常的兴奋 就觉得今天读到的就是我的了 明天考出去就结束了 所以我现在也是带着这种心情 就是刚刚很兴奋又紧张 但是感谢神 读进去的就是我的了 然后分享出去 领受会更多 那神让我们在这边一起学习经历 然后分享完 我就解脱了 好 我们一起来看历代至下29章 不晓得 因为我们停了一个礼拜 还记得28章讲什么吗 历代至下28章 好 28章讲到我们今天 连续 接下来的这两个礼拜 我们讲的4章都是关于西西家的故事 那西西家 他的父亲就写在28章 历代至下28章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他的父亲亚哈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怎么样的一个王 可以说在他的那个世代的时候 这个王 应该可以算是犹大国 最糟糕的一个王 没有做对任何一件事 行耶和华眼中恶的事 那他一生 他做 不是他一生 他执政的时候 他做了些什么 我们看你稍微翻一下28章 你会看到他 铸造巴黎的像 所以他引导整个全国 都在敬拜偶像 然后他还献活人计 在第二节 第二节 他用火焚烧他的儿女 献活人计 然后呢 这个国家当亚哈斯在执政的时候 也受到亚兰王 亚兰国的攻击 然后他们败在亚兰国的手下 那之后又怎么样 又被以色列人 辱略了他们 连他们的同胞 共有20万人 还有许多的财物 所以他们被以色列人当作俘虏 然后还遇到什么 他们又受到以东 还有非力士人的攻击 侵占他们的土地 攻击这个国家 所以当他遇到这么多 从以往如果是属神祝福的 犹大国应该是领受许多祝福的人 但是当亚哈斯开始崇拜偶像 开始做这些神看为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开始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他们开始成为整个国家是非常衰败的 然后你看到整个真是名不聊生 连他自己的儿女都拿去当活祭去烧 那整个国家许多人被掳 最后当然神怜悯他们去警告以色列人 所以使这些被掳的人再回来 但是这个国家受到许多的攻击的时候 亚哈斯做什么事 他反而去求那个将来要使他们更糟的那个国家 是什么 亚素国 他反而去求敌人去帮助他 可是当他求敌人帮助他的时候 敌人有帮助他吗 亚素王没有帮助他 你可以看到那个二十节二十八章二十节 没有帮助他 甚至亚哈斯把他所有的那个好的 那个店里跟王宫还有首领家内索取的财宝 通通要以财物来贿赂那个亚素王 求他帮助他 还是没有怎么样 还是没有帮助 还是没有帮助 所以他求告无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后来做什么事 他心理想二十三节 他想说哇他竟然拜在亚兰王的手下 那就是亚兰王的神帮助他 帮助他们国家 所以那我就去拜亚兰王的他们的神好了 所以他一直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他继续去拜那个帮助 他以为能够求告的对象 所以当他去求助亚兰王的神帮助他 也去献祭于他的时候 不仅是这样做 还有怎么样 进而又怎么样 二十四节 他进而又把神殿里的器皿 他都毁坏了 然后封锁耶和华殿的门 禁止人再来到神的面前 耶和华神面前敬拜他 在他的心中 他觉得这个是 这一位神 耶和华神没有帮助他 所以他 这个是没有 好像没有用的 所以他把这一条路给封了 甚至怎么样 好像我们前一阵子看到台南市各处 十字路口就有怎么样 偶像的祭坛 他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立祭坛 只要在哪里可以盖庙的就来敬拜偶像 所以他使整个国家都陷入这个拜偶像的光景里面 二十二节对亚哈斯有一个形容 他说亚哈斯王在急难的时候 越发得罪耶和华 所以当这个国家整个 在亚哈斯执政的时候 哇整个国家是非常衰败的 但是我们接下来看西西迦的时候 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继承这个王位的时候 我们来看二十九章 当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 然后坐王二十九年 在这里有一个背景 当我们看那个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亚哈斯登基的时候是二十一岁 然后坐王十六年对不对 加起来几岁 三十六岁 三十六岁有没有可能生那个 二十五岁的西西迦 登基的时候 如果是如果亚哈斯那个坐王十六年 然后就西西迦就直接登基 他二十五岁登基 好那也就表示什么 那个亚哈斯在十一岁的时候 就要生下西西迦 好那西西迦登基才有二十五岁 有没有可能 不太可能 所以有一个有一个说法 就是西西迦跟亚哈斯 有共同执政十几年的光阴 好共同执政完之后 然后等到西西迦正式登基的时候 是二十五岁 自己独立登基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三节他强调了一件事情 原年正月 也就是西西迦 不是不是那个国家第一年 是西西迦登基的第一年 第一个月 他一开始做的一件事 好你就会发现整个历代字下 这四章非常强调 西西迦在宗教上面的复兴 宗教上面的更新 好在那个猎王纪下 十八到二十章 也是有描写到西西迦的故事 好十八到二十章 你们回去可以看 但是着重点就不一样 所以你就会发现 从亚哈斯他做王的时候 包括等一下西西迦 我们看他怎么样看见 他们这个世代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个差别真的就是在信仰上的突破 好所以我们先看二十九章第一节 有提到他的母亲 我们思想一个问题 当亚哈斯 当他的父亲是一个这么坏的王 做了许多的恶事 然后在信仰上是这么的不尽钱 西西迦他所背负的是什么 一个历史的包袱 整个历史的包袱是 那个一代兴起一代又落 然后整个有大国是这么的不平静 然后家庭的不尽钱 自己的父亲当亚哈斯执政的时候 他与他共同执政的时候 西西迦如何看他的父亲 所做的事情 好 那那个台语说什么 派到出何顺 哇在这里国安像这样了 这么坏的一个父亲 怎么能够接下来一翻转 就是一个这么好的王 这个儿子有可能是什么 第一节提到他母亲的名字 西西迦的宗教教育 应该来自他母亲的影响 否则他的知识你看他后来献祭 他照以往的王 以往的规矩 耶和华神的命令来做的时候 他的宗教教育从哪里来 从他的母亲而来 这是我们可以猜想的 所以当我们看这样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思想一个问题 当我们看这个世代 你觉得有很多的混乱 这个世代要改变很不可能 就像我们看亚哈斯执政的那个光景 是充满许多败坏的时候 整个国家是名不聊生的时候 这个国家是这么的败坏 我们看环境有很多困难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突破 有没有可能改变 我们会看到29章 马上就一个改变 马上就出现改变了 当这个光景是非常糟糕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 当我们看我们家人的信主 或者你所爱的人 你一直要带领他信主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力量很微小 你如何去引导这个 哇 这个家族过去是拜偶像的 一直是拜得很虔诚的 我所想要带信主的这个 是拜得很虔诚的人 我怎么可能 我们怎么可能去改变 或这个世代这个社会 或者我们上班的公司 有很多不良的风俗 那个不公义的事情 当我们看这么许 充斥这么多不公平不公义 这么混乱的世代的时候 看这么多拜偶像的人的时候 我们心中有没有一个盼望是 有翻转的可能 这是我们要先想的 那答案会是什么 美食国28章到29章那个 有没有可能改变 有可能改变 所以我们不要看自己力量很微小 就像西西家的母亲 也许在那个整个光景当中 西西家还有他母亲 他们怎么样能够在 整个家庭的不敬前 自己的先生就是不敬前的 整个国家的社会的败坏之后 他们开始的改变 就是一个正 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就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不要看我们微小 不要看事情不可能 当神要改变 当神喜悦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 就会来翻转了 所以我们看那个 《猎王记》下18章5到7节 怎么形容西西家 他怎么形容西西家 他说西西家是怎么样 自犹大猎王中 没有一个人及他的 因为西西家是倚靠耶和华的人 因为他专靠耶和华 总不离开他 所以神就与他同在 使他无论做什么 尽都很同 这是对西西家一个非常完美的赞美 前后都没有一个王像西西家一样 所以当西西家开始突破的时候 他发现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我们刚刚要看第三节 当他一开始做 如果你要改变一件事情 你会先从什么地方改变 当西西家看这个国家发生这么多事情的时候 他不是去从政治 经济 他不是从这些 然后想办法去攻打 再去赢得 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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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土地啊 把人民赢回来 不是哦 他第一个做的事情是什么 他第一年 第一个月 他做的就是开了耶和华殿的门 重新修理 并且他召祭司跟立位人来 就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 然后洁净你们列祖神的殿 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 所以他包括六到九节 我们继续来看 六到九节 他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不用从别的方法去做 就从神 讨神 喜悦方面来做 所以他第一个做的事情就是认罪 六到九节我们可以看到 他知道这个国家的问题在哪里 为什么过去 犹大 以色列百姓应该要蒙受祝福的 如今他们成为好像很苦的一个族群 所以他知道当中要认罪 六到九节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他认的罪是什么 拜偶像的罪 拜偶像的罪 他看到过去他的父亲封锁狼门 吹灭灯火不再向神献祭 他看到什么 二十八章 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我们刚刚看到 他看到过去他父亲所做的 拜偶像的罪是一个极大的罪 第二个他认的罪是什么 他盼望 他盼望可以结束这一切的苦难 因为他深知道 他们会变成这样 你看那个 他有一个形容 那个时候的人名不聊生 第八节他知道耶和华的愤怒 临到他们当中 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 使他们成为被别人指效的对象 他们的祖宗死在刀下 他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掠 所以他看到这一切苦难的时候 他盼望结束苦难 所以他认罪 他带着一个希望 要结束这样的苦难 要重新领受神的祝福 所以第十节很重要 我们看西西家的故事 今天看这个段落 不要把它只当作 那个时代的故事 我们要用在我们身上 如果我们盼望 就如同我刚所说的 我们可能在一个 我们以为不可能改变的光景 我们以为极难传的福音 我们以为不能突破的事 我们看如何开始突破 西西家在29章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他做什么 认罪 他清除自己的罪 之后完全求神洁净 因此他献祭 献赎罪祭 献烦祭 最后向神献上感谢的祭 他知道要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应用的 当我们要寻求翻转的时候 第一个要先寻求到对的对象 认清自己过去的光景 发生什么事 这事情是要来到神面前悔改的 就认罪 然后求神洁净 最后来领受祝福 所以第十节我们来看 这句话我很喜欢 他马上就做了一件事 他说什么 现在我心中有意 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 好使神的烈怒可以转离 他深知道他只能够来到神面前 不仅是认罪 还要怎么样 重新与神立约 并且是即刻的 马上的 他没有任何的懈怠 也吩咐十一节说什么 百姓们也不要懈怠 重新提升他们在神面前的地位 告诉他们 也告诉自己 我们是耶和华 他拣选 告诉那些百姓说 因为耶和华拣选 你们站在他面前 侍奉他 与他烧香 所以他第一个看见的是 当他认罪 要带领这一群百姓 要复兴这个国家的时候 第一个是 认罪之后 他与神 重新的立约 并且是 即刻的 马上的 重新恢复 所有的百姓 等一下我们看 祭司跟立位人 在神面前 侍奉的地位 过去这个国家 可能已经 包括这些 祭司立位人 可能也在 亚哈斯执政的时候 也成为 拜偶像的人 也要随从 这些事情去做 所以这 整个国家的 信仰状况 是沦丧了 可是当 十一节 西西家在这边 他重新提升 他们在神面前的 位分是什么 是神拣选你们 站在他面前 侍奉的 所以不要懈怠 可以改变的 可以改变的 所以我们跟 旁边的弟兄姐妹讲说 你是神拣选你 站在他面前侍奉的 是我们都是神 拣选我们 不要看环境 神就是拣选我们 要恢复我们 在他面前的地位 站在他面前 侍奉他的人 所以神要恢复我们 在他面前 侍奉的地位 我们不论在哪里 都要带着 这样的地位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12到19节 所以我们看到西西拉 在这里呢 他就兴起了侍奉者 当他开始要做 宗教复兴的时候 他知道他们的问题 出在他们的信仰 出在他们背离神 因此他带领这些人 起来的时候 要重新站立在神面前 他兴起了侍奉者 我们看到12节到15节 14节这边 可以看到立位人的 三个支派 就是哥侠支派 米拉利 哥顺支派 那以下就是有七个人 七个人的子孙 每一个人派出两个子孙 然后就成立了这个队伍 总共14人 那你可以看到那个 以利沙凡 就是属于什么 哥侠支派的 然后亚萨是属于什么支派 格顺 西曼 西曼是属于什么支派 哥侠 耶杜顿是属于米拉利支派的 所以这是属于三个支派 立位人当中 那三个支派当中的 的侍奉者 那他一样继续强调 这些他要提出 他们是以往这些人的子孙 所以因为看到他要恢复的 包括后来我们来看 他不断的提起 他是遵照耶和华神的吩咐 是遵照过去 大卫王 所罗门王 如何敬拜侍奉神 他就如何做 所以他复兴这些人的地位也是 过去你的祖先 他们是敬拜侍奉神的 这些哥侠支派 米拉利哥 所以这些人的子孙 如今你们要再次起来服侍神 那16节就看到 你看他们分工合作 祭司 只有祭司可以进耶和华的殿 去洁净嘛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 殿中污秽的物就搬到外面 给谁接 给立位人 所以在教会里面 强调团队服侍也是这样 每个人分工合作去做 那再来 再来16到19节 我们要另外看一个事情 刚刚以 西西家叫他们不要懈怠 所以他们马上就开始做了 第二个事情我们来思想 从他们的洁净圣殿 我们来思想 三件事 第一个 16节 他不仅分工合作 16节我们可以看到 17节 从正月初一开始捷径 到初八日 到了耶和华的殿廊 用八日的功夫捷径 耶和华的殿 到正月16日才捷径完了 我觉得在当中服侍的人 应该也不少 可是整个从殿里的捷径 花了几天 16天 然后来圣殿内 花了多久的时间 他们是先从圣殿内 开始捷径 对不对 然后 无会的雾搬出去 圣殿内开始捷径 好 捷径了八天 才终于走到耶和华店的走廊 才终于到了走廊 对不对 然后到走廊之后 再清洁耶和华店院 那个院内 又花了八天 好 我觉得 当我看这一捷径我的时候 我觉得 我思想一件事 当我们要捷径的时候 也要 也效法这样 从内到外的捷径 并且是没有任何马虎的 虽然在圣殿内 只有谁看得见 祭司 至圣所只有谁看得见 大祭司 而且只有一年进去一次 可是当西西家要捷径这圣殿的时候 他花多久时间 那个捷径圣殿内部 八天 跟捷径外面 很多人都会看见的地方 有没有一样多天 有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件事 很多时候 我们的生命 也或许会是这样 当我们悔改认罪 或者当我们 我们会这样祷告 求上帝赦免我们 引而未现的罪 我们盼望我们的捷径的生命 是要从内到外来捷径 并且没有一刻是马虎的 我们看到 西西家他花了同样的时间 去捷径别人看不见的内殿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的信仰生命 不要只做那个 别人看得见的基督徒 也就是礼拜天 礼拜四查经 有没有接牧师没有看见 不知道有没有因此 就没有人来 就是 就是 不要只做那个 别人看得见的 基督徒 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就 那个非常的 每个人都非常喜乐 谦卑 有爱心 彼此问安 我是基督徒 然后到 礼拜 礼拜四 礼拜六日 都非常像基督徒 但是离开 店内之后 离开教会之后 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还像基督徒 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从内到外都洁净了 我们不是徒有外表的样式 我们不是徒有外表的形象 徒有外表的服饰 我们在这边看到西西家洁净圣殿的时候 外院是比较多人会经过的 他要复兴 他要改变 他可以怎么样 做那个别人看得见的事就好了 但是不是 西西家他改变是从内到外 他完全的洁净 他知道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才是更重要的 那个是神同在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要这样子去经历 我们的认罪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生命 要求那个最深处的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是神所喜悦的 是圣洁的 不要只注重外表的事奉或外表的聚会 而是我们内心真的是与神同在 那他洁净的三个重点 16到19节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也思想我们的生命是这样 洁净的三个重点 第1个16节16节他将什么 殿中所有无悔之物搬出去 所以洁净的三个重点 我们认罪的三个重点也是这样 第1个不该有的先出去 什么是不该有的 可能是我们偶像 什么是偶像 所有爱他过于爱神的 人或事情 或者是物 所有会捆绑我们全然来爱神的 也许是你的工作 你的家 你的家人 你所爱的 你的爱情 你所接受的名利 也许都是 这边第一个我们来看 他先洁净的是把不该有的先出去 先出去在我们心中的偶像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我们看18节 18节说什么 他把一切在神殿中的 一切器皿桌子 什么都洁净了 这第二个我们想的是 洁净的第二个重点 把污染的洗干净 把这些受污染的 过去用来拜偶像的 在这殿已经不洁净的 受污染的东西洗干净 所以第二个有捷径的重点是 我们要把不讨神喜悦的 洗干净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怎么样 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的日子其实常常在 活在挑战里面 在神的话语 交过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想 什么是神 你成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就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 去做你所喜悦的事 所以我们这个心很容易 被这个世代污染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自觉 我们所做事的方法 我们看人的眼光 跟这个世界 也许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被这个世代的 价值观污染了 但如同十八节这里所说的 第二个洁净的重点是 要把污染的洗干净 让我们在神面前 洁净是心意更新而变化 成为神喜悦的 所以提醒我时间快到了 对 十九节 十九节 洁净的第三个重点 十九节要说什么 扬哈斯在为犯罪的时候 所废弃的器皿 他们就全部预备齐全 然后洁净了 现在都放在烟花的弹前 所以第三个洁净的重点是什么 把失去的找回来 把失去的找回来 所以第一个重点 你不该有的先除去 第二个是把污染的 会污染的洗干净 第三个把失去的找回来 过去如何被丢弃的 我们说我们想要丢弃 最常想到失去起初的爱心 或者你要找回什么 找回圣灵的果子 找回属神的样式 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在这世代 当我们要活出神喜悦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那个失去的 也许失去起初爱神的心 失去属神的样式 属神的形象 属神的特质 要找回来 那 好 洁净三个重点 因为我时间差不多快到了 所以我们非常快速的 把20节到36节来看一下 刚刚讲的不要忘记 没有空再回去复习 好 20节到30节 我们看 当一切都洁净之后 我们刚刚说我们人的生命历程也是这样 认罪 悔改 洁净干净之后要怎么样 欢喜起来献祭 20节到30节 20节会看 哇 西西家王 清早起来 当他洁净之后 他的行动果然马上带出那个 非常喜悦 就巴不得赶快来到神面前敬拜 所以 而且不仅是这样 他还聚集了城里的首领 这也是我们盼望看到这个国家复兴的景象 对不对 首领 君王都起来敬拜 都上耶和华殿 他为三件事 做赎罪祭 为国 为殿 为尤大人 所以 你会看到他的 他为这个世代 献上了赎罪祭 然后 25到30节 不仅献祭 他在献祭的时候 还献上了敬拜 25节你可以看到他 又派立位人在耶和华殿中 敲拔骨色弹琴 下面那一节经文 就是我说 他不断的强调 他所做的是 遵照耶和华神的命令 然后恢复过去 神荣耀同在的景况 他是照着大卫和先知 先见迦德 先知迦拿所吩咐的 也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 继续看下面 一样又提到他献祭的时候 他也又用什么 我用蓝色字打的地方 用以色列王大卫的乐器来相和 然后下面的蓝色字 又用大卫和先见亚撒的诗词 送赞耶和华 所以他恢复过去神所喜悦 牧师来了 把时间交给他 没有 欢迎牧师回来 拍手拍手 好 所以你会看到 他就是强调 他就是恢复过去神所喜悦 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 好 我们在这里 我们先来看一段那个影片 还好我刚刚没有看影片 不然牧师可能会误会我 从头到尾都在看影片 我是现在才要看 好 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是这里吗 这是14的前面吗 好 我们来看 这个是古号奇兵 他们非常的 像这边有各种 他们就是铜管 用铜管 还有打击乐器 还有舞蹈 融合在这当中 每天花训练有数的军队 所以每天花至少12个小时在练习 然后你等一下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未来的那个 敬拜团有没有可能 古号乐队有没有可能变成这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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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31到36节 当西西家他们献凡献祭的时候 也献上他们敬拜之后 他不仅是让这些百姓 只是照着吩咐来做 他更是说凡甘心乐意的 也将凡献献来 所以后来就好多百姓 真的都是甘心乐意 喜悦来到神的殿中并且献祭 然后蓝色字那边又打说 祭司太少不能够完成这些献祭的事 所以立位仁就来帮助他们 后面有一句话 又等别的祭司至劫了 因为立位仁诚心自解 胜过祭司 所以就让我们思考一个点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当神要翻转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是那第一批 就站在神面前侍奉他的人 不要嫌自己太微笑 也不要看时候 这边你可以看到 立位仁诚心自解胜过祭司 所以有一批祭司是怎么样 他们好像动作不像 希佳一开始吩咐的 要不要懈怠 他们还在观看 他们动作比较慢 他们还在观望 但是当他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 这些别的祭司终于自解了 所以盼望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是站在第一列 第一批我们就被神使用的 好 三十六节做了一段的结语 说 这是伴的圣数 希西加和众民都喜乐 好 所以真的是 不懈怠地来认罪祷告 竭尽一切 那后面提到一句话说 是因神为众民所预备的 当我们完成一切事工的时候 你们看到希西加在这里 也是将荣耀归给神 不是自己做了什么 这是神为众民所预备的 所以才能够办得这么的 如此的顺利 就因为他专靠耶和华 所以神与他同在 使他手中所做的 尽都很同 好 我们把时间交给三春牧师 好 我们再次谢谢恩荣传道 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还记得 刚刚说的 二十八章讲到谁的故事 亚哈斯 亚哈斯是希西加的 一个父亲 亚哈斯做了什么事情 关了耶和华的南门 然后在那里敬拜偶像 惹了神的发怒 整个一个国家 黑暗到谷底 很多的外族都来侵犯 犹大 这个国家 而且他们有一些 百姓也被掳 可以看到 整个当 希西加王他 登记的时候 刚刚说的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 就开了耶和华殿的门 他第一件事情 他所要做的就是 要恢复 敬拜 恢复对神的一个敬拜 所以刚刚恩荣团带 有给你们看了 这是列王记下 十八章 他说 以色列 不是以色列 犹大列王 他在他的前后 没有一个怎样 吉他的 为什么 因为希西加 他决定一件事情 就是专靠耶和华 他不依靠别神 所以他可以得到一个翻转 好像 礼拜天 主持地士堂 圣光副院长 许牧师的讲题是什么 谷底翻身 怎么样从一个谷底 一个在国家很黑暗的一个时代 怎么样一个翻转 就是他一个属灵的一个觉醒 好像乌坎达 一个被艾滋病笼罩的一个国家 怎么样得到一个翻转 他借助什么的力量 整个教会 教会起来 然后翻转 连国王 连总统 就是要把国家都交给 献给谁 献给上帝 所以整个这个国家的一个复兴的光景 让我们实在是非常的羡慕 让我们也要真的 刚刚29章也提到说 整个他们为着国家 为着整个百姓来祷告 求神的列怒怎么样 转离 转离他们的国家 可以看到西西加 他的整个的复兴 在前面29章讲到 他整个洁净神的殿 然后洁净他们自己 然后献祭在神的面前 那接下来第三十章 要讲到一个西西加 一个很特殊的 很特殊的一个行动 在第三十章那边讲到 一开始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十章 从西西加第一节 那边就讲到西西加怎样 车遣人去见谁 以色列和犹大众人 然后又写信给伊法连和马拿西人 叫他们怎么样 到耶路撒冷的 耶和华的殿 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怎样守玉月节 知道玉月节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它是当初 摩西他们要带以色列百姓 出埃及的时候 神父母他们要守一个节日 叫做玉月节 是怎么样 玉月节是 要准备怎么样 要一个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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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 看到这个血就怎样越过了 就不再袭杀以色列家的长子 去袭杀谁的长子 埃及的长子 还有他们所有的牲畜的 投身的 这是一个 整个神他施行拯救的大能 所以当西加王 他要恢复整个这个敬拜的时候 他想到的就是一个怎么样 要来守这个玉岳节 在第五节那边就讲到说怎么样 守这因为按照所写的例 守这节的怎样不多 或者是说 许久没有照这所写的例守节了 在第五节这边就讲到说 他们从守罗摩王以后到现在 这个西西加 他们没有这么大的慎重的 去过这个玉岳节 而且应该是说 很多人没有守这个节 这个节是神的救恩的一个记号 而且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 他的血能够能够怎样拯救人的罪 可以看到到西西加他的一个决心 要整个宗教的改革 他献祭之后 民众大欢喜 然后他要做一个决定 这是他们要开始立定一个心志 要守这个玉岳节 这个玉岳也是神的一个吩咐 但他们不是犹大全地来守这个玉岳节 刚刚读的 就是上次章第一节 他们讲到说 西西加才能去怎么样 去见什么 以色列和犹大众人 以色列那时候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从所罗摩王以后 罗伯安 耶罗伯安他们都分成 以色列这个国家都分成怎么样 南国跟北国 南国犹大 北国以色列 所以从南国犹大这边是大卫的子孙 神应许大卫 他的子孙都要有坐在王位上的 所以神就延续整个的一个大卫子孙 都是有好王 也有比较不好的 但以色列这个国家 通通都 以色列 北国以色列 通通没有一个好王 可以看到说 整个一个从犹大这个支派下来的 他们在神的面前是被神纪念的 所以当罗伯安 耶罗伯安他们分开的时候 罗伯安跟耶罗伯安他们常常还在怎么样 还在打仗 所以到了 到了谁 到了约莎法王的时候 他们开始 以色列跟犹大没有在攻打 约莎法王身跟谁 跟亚哈是结盟 但是约莎法是一个烂好人 他没有认清楚亚哈是一个怎样 是一个拜偶像的得罪神的 当他怎样 跟他一起去战场的时候 差一点还怎么样 被杀 因为亚哈他怎么样 知道人要来杀他 他就脱下草腑 就请约莎法王穿上草腑 但是可以看得到说 约莎法他的儿子是谁 约兰 约兰就跟谁的女儿结婚 亚哈 所以整个约莎法王 他们这个的一个策略是怎样 跟北国的南国跟北国 他们要结亲 所以这带了一个影响 就是说 他们没有把整个宗教 敬拜神的一个信仰 传递给以色列 反正让以色列的那种敬拜巴黎的 这个势力影响到南国 所以整个到了约莎 约兰王之后 他的儿子亚马歇 亚哈歇 然后他就是再来一次次怎样 到了他的儿子约哈斯 但是可以看到说 从约兰的太太叫做亚坦丽亚 是亚哈的女儿 但是亚哈的女儿亚坦丽亚 到了亚哈歇过世之后 就来怎样 剿妹整个犹大的一个王室 但是神保守谁 保守约哈斯 让他可以怎样 躲过亚特利亚的一个追杀 之后他又登基 他又护卫 所以整个南国跟北国的关系是怎样 两个是刚才是打仗对立 后来又结亲 但是几乎犹大 这个支牌快被灭的时候 神就保守 然后后来他们又是在恢复打仗 但是可以看到西西加王这个时候 北国已经怎样 已经灭了 已经被灭了 北国被灭的时候 神仍然保留一些渔民 没有被辱到亚述 对 被亚述灭 他是被亚述 那北国的最后一个国王叫做怎么样 何西亚 叫做何西亚 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敬拜偶像的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 神就在西西加王那个时候 他们就已经被灭 所以当 就是当那个 就是当 西西加 他决定要来遵守这个 玉悦节的时候 他不是只有他犹大 这个地方来守这个节 他还想到谁 他的骨肉之亲 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 他的同胞 他就怎样 差遣人 然后来去 也写信 去请他们能够一起来到怎么样 来到耶路撒冷 这些北国的人 已经很久没有到耶路撒冷 自从耶路撒冷 他 他占据了北国之后 他害怕百姓到南边的耶路撒冷去敬拜神 他们的心 归向犹大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是怎么样 在以色列这个国家 但跟伯特利 塑造了什么 金流毒 在那里去击败偶像 所以当西西家他要恢复的话 不是只有他犹大的百姓 恢复归向来敬拜神 他还希望他的兄弟之邦 他的守族之亲 能够一起来敬拜神 所以他做一件事情 写信 然后邀请他们一起来过什么 来过逾越节 当他这样子来 来邀请的时候 可以看到说一件事情 我们先跳到下面这边来好了 就是 当他们把这些信 寄出去的时候 有两种反应 就是 那里有人怎么样 嬉笑他们 讥笑他们 就是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可能有人会笑我们 但是呢 神还有一些人是怎样 愿意自卑来到 耶路撒冷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无论得死或不得死 我们总要 勿要去传 我们勿要去传福音 不管对方是怎样 有没有相信 他是我们的守族之亲 他是我们的骨肉之亲 我们的家人 我们就是要怎样 我们有一个负担责任 不是自知不理 而是希望他们也能够 跟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所以看到西西家王 他是希望他的守族之亲 骨肉之亲 一起跟他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信 传遍了整个以色列的时候 事实上是有人怎么样 跟他们一起来到耶路撒冷 所以当西西家他写信的时候 他是跟他们一样 他跟他们呼吁 就是跟刚刚的第二十九章一样 跟犹太人 跟那个犹大人 他们要怎么样 做一个回转 转向 归回耶和华 不要再笑 他们的列祖 在那里去怎样 去敬拜 别神 以至于耶和华 丢弃他们 使他们怎么样 拜王 正如你们怎么样 所亲见的 也不要像你列祖 这样印着景象 要归顺 第一个 不要笑 第二个就是你要归顺 归回耶和华 因为神怎么样 你转向神 他就会怎样 他就会 你看 你若转向耶和华 你的兄弟和儿女 归顺他们的人面前 要怎样 蒙连训 必得归回 因为耶和华 他有怎么样 我们的神有恩典 有怜悯 然后呢 你们转向他 他就怎样 他就不转连 不顾你们 他就转向我们 我们转向神 神他就转向我们 这是 希加王 他写信给 以色列人 这样子的信上 这样子 呼吁他们 怎么样 他们写信给他们 这些怎样 转向你们这些 脱离怎样 亚述王守的渔民 告诉他们说 你们被掳了 但是如果你们 愿意转向神的时候 神就会让你们 怎样 你的弟兄和儿女 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 蒙连续 得以怎样 归回 得以归回这地 所以我们一个 父亲的父亲就是 第一个就是要 刚刚说的 就是要转向 然后再来 归回的时候 脱离一切 拜偶像的 刚刚在29章 恩荣传道所说的 我们要认罪 我们求准来 洁见的时候 我们有哪些东西 要除掉 第一个就是怎样 不讨神喜悦的 一些偶像 要除去 第二个就是怎样 你的一些污秘 受到污染的 要怎样 要洗干净 第三个怎样 属神的 要找回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 西西家 他写信给 以色列人 跟所有犹大的 他们也是这样子的 去呼吁他们 要退转 他们要归向神 神就会怜悯 神就会施恩 所以当他们 这样子去醒的时候 看到他们怎样 有人虽然有人 讥笑 但是也有一些人 自卑来到 然后神也大到 是感动怎么样 有道人 他们一心去遵行 王与众说灵 他们所发的命令 他们正月 没有办法 没有那个办法 来守玉岳节 他们就在怎样 就在二月的时候 他们就守这个玉岳节 而且他们怎样 起来 刚刚说 二十九章是 接近什么 耶和华的圣殿 对不对 他们现在是 接近什么 耶路撒冷 把属于这个 二十九章 那个耶和华圣殿 接近了几天 有十六天 耶和华的殿 总共接近了十六天 然后呢 这门现在是把 耶路撒冷的祭坛 和烧家老坛 进都出去 抛在什么 西伦西 我就想到 以前就走过 去到那个基督村 我们要去山上基督村 我们会经过一个地方 叫做怎样 洛乱神明 收集 筹备出 所以说 以前的人就怎样 我来拜你 这些神 我来牵丢而踩 这个没有中 我就怎样 把你给丢到哪里去 丢到溪里面 有的断头断脚的 所以他们就 骆乱神明 那这些人呢 这些 这些也是一样 把这些的 耶路撒冷 这些偶像 这些祭坛 这些不讨 不讨神喜悦的 完全要 也要把他丢到 丢到西中 就把他完全的出去 所以当他们 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有一件很大的事情 就是怎么样 他们就开始怎样 开始来献 悦者的羔羊 他们怎么样 开始怎样 等到我们 因为在神面前 自悲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我们不是非常的 至高 至大 我们觉得 我们是要怎么样 觉得惭愧 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 求神来 协尽我们自己 然后呢 他们就 一些还没有自解的呢 神 这些立位人 为他们这些不解之人 要怎样宰杀 预约节的羔羊 使他们能够在 耶路撒冷面前 成为圣节 刚刚说的 神的羔羊 能够除去怎样 人的罪 除去人的罪 所以当他们愿意 在神的面前 守这个预约节的时候 所以伊法连 这些都是 北国以色列的支派 伊法连 马来西 以撒加 西部伦 希多伦 他们会自解 他们也吃的时候 他们不合乎 这个 记录的时候 西西家王 做了一件事 怎样 为他们祷告 然后呢 神就怎样 神就饶恕了 而且原文说是怎样 叫做医治 当我们不小心 患错的时候 我们愿意 回到神的面前 来自解的时候 神他就怎样 神就听我们的 在他面前的祷告 而且神也就会 医治我们 所以 认罪 祷告 是一个翻转的开始 然后神垂听 然后神的饶恕 神的赦免 神的医治 就会临到我们 所以当他们 在那里守 玉业节的 这样一个节日的时候 是让神 大大的就 示恩在他们当中 耶路撒冷的 以色列人就怎样 大喜乐 这边下来 他们怎样 他们欢欢喜喜 然后他们 这边都是喜乐 在耶路撒冷 没有这样 就是说从 以色列王 大卫儿子 所罗门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 没有这样子 怎样 一个喜乐 当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 神的喜乐 就会怎样 大大充满我们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 有没有喜乐 有 阿曼 就感谢神 说我们 大大神的面前 这是要怎样 要充满了欢喜 说我们的快乐 因为神就在我们当中 神的恩典 神的祝福 就在我们当中 我们看到他们 守这个月节的时候 是让他们怎样 要守七天 对不对 他们吃烟洗 吃了七天 然后呢 他们好久没有 没有过这么 盛大的一个月节 他们怎样 一一不舍 七天结束之后 他们怎样 散会的时候 像我们这边 很多时候 我们要 聚会之后 下来 大家都仍然怎样 在门口 大家都怎样 一一不舍 对不对 直到童工说 我们现在关门 已经很晚了 超过十点八了 你们要继续聊天 你们可以怎样 继续在外面聊 所以他们也是一样 因为他们太久 没有守这样一个月节了 因为他们大大的欢喜 大大的喜乐 喜乐 很高兴 能够守这个节日 所以他们怎样 一一不舍 他们全会尊 又在商议要怎样 在首节七日 所以这样好不好 每一天都来家好不好 来这边就很快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们之前 在亚阿斯那个时代 是被羞辱 然后被欺凌 整个的国家 一个非常黑暗 都没有喜乐 都很悲 都很愁苦 但是到了西西加 捷径的圣殿 然后恢复了敬拜 献祭 然后来恢复守节的时候 看到神的灵就充满他们 神的喜乐充满他们的时候 他们怎样 就喜欢一起 而且要怎样 他们还舍不得散会 他们要继续在守节 守节七日 神就给他们 就是欢欢喜喜的 然后神就给他们 很大的丰富 然后西西加 跟这个守领都怎样 就赐给他们公牛 羊这些的基督给他们 让他们怎样 欢欢喜喜的 所以犹大全会众 祭师立位人 还有从以色列帝来的 会众和寄居的 以及犹大寄居的 怎样 尽多喜乐 当我们在这里喜乐的时候 外面来的 看到我们这么喜乐 也会怎样 也会喜乐 我们感谢神 我们要宣告我们的家人 刚刚说的 我们不管我们的守足亲情 我们跟他们穿福音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 可能会笑我们 可能不以为然 但是有的人会是怎样 有受感动 就会跟我们一起来 所以我们要为着 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 来祷告 也要为我们国家来祷告 让我们这个国家 不再是那种 像亚哈斯那个时代 那种黑暗的时代 我们要像 乌干达那个国家一样 整个的一个 教会复兴 兴旺起来的时候 整个会带动国家的一个复兴 好不好 让我们真的看到他们 有这么大的喜乐之后 那时候的祭司立位人 为民就怎样 祝福 他们的声音就蒙垂听 他们祷告的声音 就怎样达到天上的圣索 好不好 我们就是一起来祷告 好不好 就让我们的 敬拜的时候 是充满了喜乐的 神的灵 充满在我们当中的 让我们还怎样 舍不得散会 我们还要刷团 还要续团 我们就还要聊聊 那我们每天都充满了 一个敬拜神的 一个很丰富的 丰富的一个喜业 我们来到这边 都是一个怎样 主耶稣说 我来要叫人得怎么样 得生命 变成怎样 得得更丰盛 我们来到这边 就是这样 把一些忧愁 完全谢给神 神的灵 大大的就要充满我们 而且我们不仅是我们喜乐 我们还盼望我们的 守族之亲 我们的骨肉之情 他们都能够来 认识神 他们一样的 跟我们一起来 能够欢喜快乐 好不然一起 我们同生 我们来祷告 让神的灵 神的喜悦 就在我们当中 神的灵来接近我们 神的灵再次 高梦我们 让我们把一切 不淘汰喜悦的 完全出去 让神的灵 充满我们 神的平安 神的喜乐 就充满在我们当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同生 我们开口来祷告 Halleluia 神的灵来 充满在我们当中 神的灵来 求主你的宝水 再次涂抹 遮盖我们 让神的灵再次 涂抹 神的灵再次 涂抹 Halleluia 是的 主耶稣 我们再次 再次谢谢耶稣 Halleluia 再次感谢 再次 再次赞美你 再次赞美你 神的灵再次 再次谢谢耶稣 Halleluia 吃了主 我们要看到 西西家 这样子的一个 愿意在神的面前 认真来寻求 追求主的时候 他们整个国家 翻转 他们整个国家 在主面前 认罪悔改的时候 主你就赐下 你的意志的灵 在他们当中 看到主你 父亲的灵 就在他们当中 他们国家 来敬拜 来守节的时候 看到他们充满了 是神你所赐给他们的喜乐 赐给他们的 这样子一个快乐 一个高兴欢喜 是这样子的 看到整个国家 欣欣向荣 看到整个国家 一个大的翻转 不是只有他们国家 由大国 这个国家而已 而是他们 看到他们的 鼓入之情 他们守之之亲 他们的以色列同胞 他们也愿意 把这个福音的好处 带给他们的时候 看到虽然有不幸的 有讥笑他们的 但是也有一些谦卑的人 愿意来到他们 一起过节的时候 就看到 犹大的全会众 看到来到他们当中的 以色列人 还有那些寄居的 那些外地来的人 都一同欢喜快乐 我们的生命 也是要这样长遍 整个属灵的宴席 让我们生命是丰富的 是喜乐的 是神的灵充满的 因为当我们恢复到 敬拜的时候 我们一切的罪 使你完全的出去 我们一切的疾病 使你要医治 主啊 你要释放 那些忧伤的灵 都要完全的离开 那些哀哭的 都要背心跳舞 我们真的还舍不得离开 我们还舍不得上会 因为神 你的灵 充满在我们当中 我们就非常的喜乐 我们就非常的感受到 我们生命的满足 祝你的灵 在这儿充满在我们当中 主耶稣让我们的自己 得到这个丰盛的祥宴之后 我们想到我们的家人 他们信主的家人 我们为他们祷告 他们也能够 跟我们同得 这个福音的好处 他们也能够一起自卑地 能够来到主的面前 能够一起欢喜快乐 祝我主的灵 继续引导我们的教会 来翻转我们的教会 来影响我们的国家 把我们的国家 把我们的百姓 都叫到主的手中 他们不再筹骨 他们不再受 外来的全市的压迫 他们能够看到 整个西西家 他们翻转的时候 他们国家也要强盛 他们国家不再受 外来的欺误 主啊 但我们国家 也不要受外来的欺误 主啊 我们国家能够翻转 让百姓能够离弃偶像 归向你的时候 神祢就把列路转离 主啊 祢都来转向我们 来医治我们 来更新我们 我们先让感谢 将祷告奉耶稣 基督的名 阿们 是的 一首诗歌 我们请我们同工 一起来唱 我们请牧师来带 我们唱《古旧十驾》 很感谢神 我们真的在这首诗歌里面 来一起来分享《古旧十驾》 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 同工预备这首歌 真的很棒 让我们在面前来思想 真的告诉大家 你在这里唱 跟在一路撒冷唱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这里充满了清新的感觉 在一路撒冷那边都变子了 等于有机会 我再跟大家分享 但是在灵里面 你可以感觉到一件事情 神在这世代里面 要兴起新的世代 要把这样的一个呼应 把这样的信息 传回耶路撒冷 因为西安在那时候 神要呼召 祂的百姓成为 神再次在这世代里面 成为世代的一个见证人 古旧十驾 感谢神 祢是否宗旧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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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教为我最爱最好 故我爱到去世之宝家 世道在主台前见出面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 此世家刻画共亦冠冕 主宝为十字架 乃是人所济世 与我却是真身认识 深爱自主基督 离天他走若花 改叶为世人被赤苦架 故我爱到去世之宝家 世道在主台前见出面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 世世家刻画共亦冠冕 故我爱到去世之宝家 世道在主台前见出面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 我们笑着来 世世家刻画共亦冠冕 最后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 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 世世家刻画共亦冠冕 主耶稣我们谢谢祢 我们能够站立在祢面前 一起同心来敬拜祢 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的重担 我们在这教会里面 没有任何的困绑 等我们弟兄姐妹来到祢面前的时候 我们说敬拜就是敬拜 我们说我们心灵在祢面前抄见祢 就没有任何的困绑 等我们在祢面前这样感谢赞美祢的时候 主祢的荣耀在我们当中 祢把喜乐丝给我们 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喜乐 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子 在灵里面交通 在灵里面合一 在灵里面欢喜赞美 我们有看到神祢的荣耀 与我们同在的喜乐 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 而且我们底定一件事情 我们生命有盼望 我们生命在祢的荣耀当中 我们生命更在祢的喜悦当中 主祢谢谢祢 当我们转向祢的时候 祢也转向我们 主祢让儿祢的心回到父面前 谢谢祢 让我们弟兄姐妹在祢面前抄见祢的时候 我们看见神祢的爱 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 谢谢祢 当我们为祢面前献祭的时候 是全人的奉献 我们看到那时候众人几千只羊 这样在祢面前摆上的时候 这样子摆上的时候 不以余力摆上的时候 任何的场面都不够来诉说这一季的故事 最书我们今天来到祢面前 任何场面都没有办法诉说神祢的荣耀 谢谢祢 我们欢迎在祢面前 献上我们的感恩 用我主耶书记得恩惠 上帝的慈爱并圣年的感动 并且在我们生命里所思下 这样荣耀的呼召 是我们看见国度的盼望 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 每一天都不懈怠 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 重新得利的故事在我们生命里面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请坐 请坐